过去规定聘用外籍看护工的家庭 需要满一个月的空窗期 才可以申请喘息服务 而从12月起 卫福部放宽喘息服务的申请规范 被照顾者经过县市照管中心评估 失能等级为7到8级者 而且独居或是主要照顾者 为70岁以上的个案 就可以申请喘息服务 请大家多加的利用 12月开始多项卫福新制上路 其中包含与长照相关的 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使用喘息服务 放宽了以往限制聘雇外籍看护工的家庭 申请喘息服务 必须连续30天无法提供照顾 第31天才能申请喘息服务的限制 以减轻家庭照顾者负荷 也保障被照顾者的照顾品质 这项方案里面会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使用者必须是重度 失能或是重度身心障碍者 而且他要独居 或者是主要照顾者 年龄是在70岁以上的 才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案 符合喘息外籍看护工的家庭 在补助上也有一定的限制 补助的方案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地售入户政府是百分之百的补助 那重地售入户的话是政府补助百分之九十五 那民众要自己负担百分之五的费用 那另外一般家庭 政府补助百分之八十四 那自己要负担的部分大概就是百分之十六 这样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比例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 12月1号正式施行 民众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 若有喘息服务的需求 可利用视话或手机拨打1966 申请或咨询服务 记者乡家会台东市报道